我們開始了 首先歡迎大家參加 Captain的FRM Part 2 Demo Lecture & Information Seminar 我叫Candy Fleung 是Captain的FRM訓練 開始的時候 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在這裡教授是兼職 正職主要在銀行 做利益管理 做了16年 之前 做過銀行界代理員長 在報金公司工作過 做營行局 我的名稱 FRM就是2001年 2002年拿了CFA 2003年拿上ACCA 另外我有幾個 Master degree WISP Engine Science 金融技術 數字 數字和計畫 我應該在2007年開始 教了十年,教了幾多學生 這是我的背景 今天的示範書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由我負責 主要先講講FIRM基本的教育 然後做一個示範書 不是特別有什麼想教 只不過是想示範一下我們上課的形式 因為時間問題 完結了我的討論 大家可以問問題 第二部份是由我的同事Christy負責 她主要是講講Catherine有什麼產品或提供 可以幫大家考考這件事 完結了她這部份也有一個討論 我們目標的兩個部份加起來 每一個小時就完成 先講FIRM的教育 其實如果要成為FIRM 就要有兩個requirement to fulfill 第一個就是考試相關 基本上它就有兩部分的考試 你就要是兩部分考試都 passed OK 概念上 你一次可以考PART1 或者PART2一起考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一起考的時候 如果你的PART1是不pass 它就不會改你的PART2的卷 OK 如果你是pass了PART1之後 其實有一個限制的 就要你在四年之內 再PART2 如果不是你可能要重頭做PART1 OK 當你pass了兩個part的考試 然後你還需要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工作經驗就是有兩年的 那這個經驗就不是一定 你要在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裡面做 概念上會看你的job nature 如果你的job nature 是跟 risk management有關 它都會count OK 概念上就是說 你這個兩年的工作經驗 其實是沒有限制 就是你報完考試 或者是pass了之後才拿的 OK 理論上你是在你的人生裡面 有兩年 就算你是考之前 已經accumulate了兩年的 相關工作經驗 它都會計算的 OK 但留意一下 如果你pass了一個考試 的時候 如果你當時還沒有足夠工作經驗 你就需要在你pass之後的五年 拿到相關工作經驗 而去apply for the FIYM destination OK 如果不然呢 你也有機會去做一個考過 OK 那你考完試 留意到公共經驗 就可以申請FIYM destination OK 那這個是exam的fee 就是for你的reference 那如果你自己自修的時候 那你首先當然 是不是都要報個exam 先的exam fee 早點便便便三百五十 然後你會貴 那假設你如果自修 你可能會買GAP裡面 一些相關的books 即是一些相關考試的CIFUS裡面的書 去讀 那成本便三百元 那所以最便宜就是六百五十 那如果你遲些報的時候 最遲要六百五十元的考試費 那加上三百元的書的費用 就九百五十 OK 那是for你的reference 那一個你可能很關心 就是passing rate 那其實passing rate 都不是很大的fructuration 那一般呢 passing rate 就會低一些 大約是四十多個percent 那passing rate 那passing rate 會高一點 五十多個percent 那passing rate 因為通常人們考了passing rate 才是passing rate 那就是passing rate 那passing rate 那那個quality 就 somehow已經有某個level的保證 OK 那 FM的考試呢 part1、part2都好 那它都是以一個MC的形式去考的 part1就是四個小時 一百條MC 那大約就兩分多鐘一條 part2都是四個小時 就是八十條 就少一點的 那大約是三分鐘一條 OK 那part1主要cover四個項目 就是foundation risk management 主要講一些risks management的基礎 就是有哪一類型的risks 如果risks做得不好的時候 有什麼的後果 會講一些歷史的例子 也有些基本的finance theory 譬如Cat Ram 他會在這裏 cover 那然後呢 這個topic的quantating analysis 主要就是一些統計 theory 來的 那因為我們要manage risk 那其實第一步呢 就是要measure the risk 計後risks有多大 那多些就要用一些統計的工具 所以有一個quantating analysis OK 那然後我們要manage 一些financial institution的risks 那我要知道他在投資 或者是在買什麼的products 所以我們都要讀一些financial market products 那其實裏面牽涉很多 是所謂的divertives 即衍生工具的產品 即swap、option、forward等等 OK 那最後呢 你知道怎樣去 即是一些統計的方法 幫他計數 也都知道呢 他在買賣的products的特徵是怎樣 那你就可以將它combine 計回這些products 相對應的方法是幾大 那最後這個validation risk models OK 那讀完完完之後呢 基本上這些比較基礎性的knowledge 那在part 2就會比較further 就是每一種特別的risks 他會再drill down下去 即是一些深入一點的一個認識 那如果你有讀 或者資助商人讀 你會發覺其實 所謂financial risk 最大的三種就是market risk credit risk和operational risk 那在part 2 那每個都會佔25% 那你在第三個operational risk 你會見operational an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那即是說呢 除了operational risk 有其他risks 都會在這裏cover的 包括一些 可能是lecredited的的risks 或者modal的risks 都會在這裏cover OK 那另外呢 就第三個topic都是 有時候我們呢 有一些risks相關的regulation 的 譬如銀行那樣 那樣 那我們有一些basso的regulation 它會在這裏cover OK 那頭三個這個topics呢 講到risks 是比較from一些commercial bank的角度 去講什麼managed risk 那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主要講一些financial institution 如何managed risk 那financial institution 除了commercial bank之外 還有其他的公司 譬如說有一些保險的公司 也有一些基金的公司 那些公司的運作 或者business的nature 和commercial bank 會有些不同的 銀行主要是存貸的一個生意 拿存款去借錢出去 賺個息 那剛才說的保險公司 那些基金公司 就以投資為主的 那所以他們的business 和risk nature 會和commercial bank的分別 那所以它有第四個topic 是專講這些 和籌資有關的公司 他們的risks management 我們叫risks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OK 那最後一個topic 叫current issue and financial market 那這個主要就是gap 就每年會選回 通常最近 如果發生一些risks的event 的時候 之後會有一些機構 發出一些相關的research 的paper 或者report 那它就會拿回一些research paper 和report 作為一個考試的內容 那譬如我們之前 可能有是07年的金融海嘯 那接著可能有 有交歐債的危機 那最近這幾年 可能有一些cyber的risks 這樣 那它都會拿這些 相關topic的report 或者paper 作為一個考試內容 那最後這個topic 它就那個materials 因為它是拿最update的report 基本上每年都會轉光 每一年都會轉光 每一年就轉一次這樣 OK 那所以part 1、part 2 part 1主要cover 基本的concept 以及基本的financial instrument 那如果讀下去都知道 它會搞一個基本 或者最常用的report 的report 的report 工具叫valet risk 我們有時候叫VAR OK 那主要是考慮 明不明白這些concept 就是考慮怎樣 appare concept 去 solve真正的report report 的issue 那去到part 2的時候 那些基本的concept 已經有了 那它比較主要是考慮怎樣 派用你學到的concept 去 solve一些新政的report 或者practical risk management的issue 所以在part 2的時候 你見到的題目 通常是首先會有一段 好像一個細的case study 那它可能會假設你是一家銀行 有CIO 就是chip risk officer 然後可能你有個none portfolio 你又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發現什麼問題 那就會有一些report的issue 那這個問題 就會考慮你怎樣 solve 這個issue 所以比較是 好像有些case study的形式 還有比較practical的 不只是考慮你的tools 明明了 是考慮你怎樣用tools 去 solve一些實際上 遇到的問題 OK 那所以呢 它會多些時間 給你去看這個case 所以剛才我們說 在part 2考試的時候 就三分鐘一條 那part 1 兩分多鐘 就會多些時間給你看個case OK 那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五個topic 在part 2它佔的比例 那就將它乘回 total80條 就會知道 就是每個topic 有幾條題目 譬如25%乘80 就是20條 OK 那這是for information 好 那簡單介紹 FOMD的內容 那跟著我們做個demo natures 那呢 剛才我們說過 part 2就是有五個大topics 那我們今天就選了 credit risk其中的topic 用來demo這個lectures 那我們選了 credit and counterparty risk OK 那首先呢 我們說一下 什麼是credit risk 那概念上呢 我們那些金融機構呢 它做一些transaction的時候呢 都有個交易對手的 有個counter party 那那對手呢 對我們呢 都有個obligation 有個義務的 那簡單來說 銀行借了錢給客仔 那客仔就是交易對手 那客仔有個義務 那將來就是還息 和還本金 那或者銀行是 買了一個債券 是不是 那個債券 issued by 可能長江 那這個交易對手 那這個交易對手 就是長江 那長江的義務 就是將來派到 一個債券的利息 倒極還本金給你 那這些交易對手呢 有這樣的obligation 有義務的 那 credit risk就說 他們是 即是 fulfill不到 這個obligation 那譬如你買了 債券之後呢 將來長江可能是 還不到利息 你給不到你 那你就會損失 那所以他們執行不了 他們原本對我們的obligation 帶給我們的損失 我們就叫做credit risk的 那這個credit risk呢 就有一些的 不同的形式 那 最簡單呢 就是直接是default 帶給我們的損失 default就是說 他理行不到責任 那就是說 可能今天到期 他給利息我了 那他給不到 是不是 那我收不到利息就是損失 那有時候呢 就未到期 是他要理行責任 那但是有時候 有一些所謂 change in credit event 或者credit rating 都會帶給我們一些損失 那就是譬如你 買了長江債券 可能呢 那債券是一個月之後 才會派息的 今天未派息 那但是今天如果 如果債券 原本的 rating 是兩個a的 那如果他今天 被人 downgrade 到三個b的 那你知道債券的 價錢就會立即下跌 那這個他 是未現在default的 但是有些event 發生 或者credit rating 被人 downgrade 其實反映了將來 還到錢 或者利行債券能力 是差了 所以今天你 會有一個損失 OK 那我們 有哪些security 會牽涉credit risk的呢 那剛才說過 如果我們是 借了錢 給一些公司 或者政府 那他們還不到 我們會有機會損失 那另外呢 就有些credit derivatives 那這些是跟 那些credit risk有關的 一些衍生工具 那我舉個例子 最常見的 可能我們有些叫做credit default swap 那我們簡稱叫做cds 那cds 那cds是甚麼呢 那譬如說 我們有兩個公司 或者兩個party A和B 我先說A 那A可能 他就買了一些匯豐的債券 那他就有個風險 可能匯豐將來default的時候 那他就收不到那個債券利息和本金 那他會有機會有損失 那他就想 那他就想 就是 就是對沖 或者是減少這個 匯豐大腿credit risk 那他怎樣做呢 那他在外面呢 找一個party 叫B 那就跟B做一個credit 那A就說 那我每年呢 就譬如說 給5%的利息 給B 譬如說他買了100萬的匯豐債券 那就給回100萬5%給B 那B呢 那B呢 就答應了 就是說 OK 在將來 如果匯豐呢 是default的時候 那B呢 就會賠回給A的 OK 那所以呢 那B呢 就會compensateA 如果匯豐是default OK 那A和B 他們做到這個agreement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一個credit default swap來的 OK 那當然啦 你心水清 其實你會知道 A呢 其實就怎樣呢 就好像跟B買了保險的意思 而已 5%就是保費 是不是 然後買了保險 就是說如果這個債券default B就賠回給A 這樣 其實就好像保險的形式 那 就著B來講 那B呢 B呢 是沒有買到債券的 但是B呢 現在如果匯豐default B是要賠回錢的 所以現在匯豐default B是會有損失的 OK 所以B呢 就是 做了這個cds 這個credit derivative 的transaction 而導致它呢 就是 就是 是 這個credit product 那 通常 可能你以前有聽過 美國 可能有很多按揭貸款的 那 有時候公司 買一些按揭貸款回來 那 那 現在你買了這些 MBS的間接都會有損失的 那 所以你買了這些 這樣的投資工具呢 都會把這些按揭貸款的credit risk 這樣 OK 那 我們 知道 I'm a security 那些credit risk 那 那 next 我們可能想知道 就是說 那怎樣看得出 譬如說 那個counter party 的credit risk 有多大呢 那時候呢 我們會看它那個 所謂的capital structures 那capital structure呢 走到時呢 就是分了一個barnshake的component 可以見到 那barnshake你如果 有讀過你知道的 簡單的一個equation 就是說 公司的資產呢 是會等於它的負債 liability 加上股東拿出來的資金 equity 那 概念很簡單的 就是說 如果我公司呢 買了一百元的資產 那 如果股東呢 最初呢 是拿了十元出來的 那 股東拿了十元出來的 對不對 那公司怎麼可以有能力 買一百元的資產呢 那 那很明顯呢 公司呢 就是 借九十元回來的 對不對 股東拿了十元出來 然後公司再去外面借九十元 那加上一百元 就可以買一百元的資產 OK 所以資產永遠都等於 liability 跟equity OK 那 那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基本的 balance equation 那我們要有equity 有liability 和equity 那這個 這個 liability 有時候我們叫debt 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問借錢 那樣 那我們有時候呢 要衡量的credit risk多大呢 那我們呢 就會計算一些ratio 譬如一個叫做equity ratio 那equity ratio 那equity ratio呢就是個 equity over access的 OK 那我們這個例子呢 那equity是十元嘛 asset是一百元 那這個呢就是0.1 OK 那 如果呢 這個ratio呢 是越小的 OK 這個ratio是越小 那就是說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是同樣那麼多assets 那我們的equity呢 是會少些 那就是舉例 如果我是equity 不是十元的 只有1 那這個1 那這樣計出來 那個equity ratio呢 就是0.01 是不是 那如果我的equity呢 不是十元 是一元呢 那就是說呢 我要同樣買百元資產 我的股東拿一元出來 那就是我要借99元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 就是說呢 我們的借貸會多了 那借貸多了 它的借貸會多了 它那個credit risk會大了 那所以這個ratio呢 是越少呢 就是股東拿的資金出來 是越少 那就是呢 公司是要借多些錢 才買到同樣的資產 那所以呢 其實它的借貸會多了 它的credit risk會大了 OK 所以這個下降的時候呢 是代表呢 這個credit risk呢 是上升 那這樣 那我們有時候會把ratio 調轉 另一個ratio 我們叫做leverage ratio 那這個就是access to equity 那這個如果除出來 在我剛才的例子呢 就是一百除十 就是十倍 我們叫做 x 就是多少倍 OK 那如果這樣的時候 就調轉 是不是equity越小呢 這個ratio就越大 那這個ratio越大呢 就是代表我借錢越多 那如果是看這個 這個ratio就調轉了 這個ratio越大呢 我的credit risk就越大 OK 那所以這個調轉了 這個上升的時候呢 先是反映呢 我們借貸越多的credit risk就越大 OK 那所以我們有一個簡單方法呢 就可以看一下 它的capital structure 價格的ratio 就可以呢 簡單地去measure一下 那個公司的credit risk是否大 OK 那剛才那個呢 是主要說呢 就是說 它就是default的機會 是不是 越借多錢 你還不到機會越大 所以credit risk越大 那有時候呢 另一個影響我們 credit risk的呢 就是所謂一個叫做 debt securities OK 那 debt securities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公司default呢 就是你當公司破產 還不到錢 那通常呢 會怎樣做呢 如果譬如 他清盤了 那就有個清盤官 那麽呢 那麽呢 就會是將公司所有 剩下的資產呢 就賣光 那麽賣到 也有筆錢的嘛 那筆錢呢 就會按那個 破產的法律 來分回給那些人的 那麽通常 最先會分回給政府 即是欠政府的錢 那麽 還有一個清盤官的 清盤的費用 那麽還有錢證呢 是會先分給那個 債權人 就是欠到那些錢的債主 那麽還了之後呢 再有錢弄 最後就給股東的 那麽呢 那麽呢 那個debt in reality 就是那麽呢 那麽債主那麽呢 其實呢 是有分的 那麽譬如說 那麽有些呢 是買一些叫做 senior 的 debt 有些叫做 subordinate 的 debt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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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分別就是 那麽 那麽你將那些資產買光 還回給政府 和請盤官之後呢 就做債權人了 那麽那麽剩下的錢呢 是會先還給 senior 的 debt holders的 還完之後呢 先到subordinate debt holder的 那麽所以呢 如果你買的是senior debt 那麽理論上呢 你就會排隊 是前些拿回錢 你的credit risk是小些的 因為拿錢的 是優先過subordinate debt 那麽這個也是 影響到你的credit risk 那麽呢 另外一個呢 有時候你買一些 debt 或者買一些 bond 或者借錢給人呢 就有分一些 是否secure 還是unsecure 的 obligations 那secure 和unsecure 就很簡單 即是說 如果unsecure呢 那麽公司如果是破產呢 那麽呢 就剩下的那些錢呢 就 基本上是平均分給了些unsecure 的 obligations 或者債主 那麽如果是secure obligations 就不是了 就是公司的資產呢 是有某一個資產指定 是抵押了給你的 如果他破產呢 這個資產呢 就是賣了錢 就先給你 那麽我們看一個例子 那麽 那麽公司呢 那麽公司呢 破產了 那麽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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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三個債權人的 我们叫debt holders 就是它的债主 X,Y和Z 这三个债主公司欠它多少钱呢 可能都是欠它们 40,40,40 就是每人都占三分之一的债权 我们拿其中一个债权人来看 如果我们unsecured obligation 我们首先公司破产 就先把这三个债权卖它 收回20,30,40,40就收到90元 然后因为把90元分给这三个债权人 由于三个债权人我们欠的债是一样的 应该每个人都拿回三分之一 所以 譬如对X来讲 如果是unsecured obligation 它会收到多少钱呢 就首先将公司卖到三个资产的 所有的钱 20加30加40 然后除回三的 因为三个债权人 大家欠债都是40元那么多 它都是占三个债权 它应该是收到30元的 对不对 由于X原本是借了40元给公司 它破产它只收回30元而已 它就有10元的损失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失败了10元的 如果它是secured obligations的 那就是譬如X呢 在借钱的时候 指定了公司说 C这个资产是 用来是secured 或者给X这个债务 就是好像都是抵价品给他那样 那就不同了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这家公司deft呢 C这个资产买到的钱呢 是首先要给X先的 所以在secured obligations这个情况呢 基本上呢 C买到了40元就会给X 所以X会拿回40元 所以它是不会有损失的 是不是 因为它借40元出去 再拿回40元 OK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如果 是我们借给别人的时候 是一个secured obligations 就是我借钱给他的时候 是一个有抵押的借贷 或者是我买他的债券的时候 是一个secured的一个bond来的 它用这个 C这个asset做抵押品的 那你见到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 就是我的credit risk会小一点 OK 所以我们的credit risk呢 除了是可能看他一些负债的比率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一些 equity或者leverage ratio 也都可以看一下我们借给他的时候 是不是一些 譬如是senior的deft 或者是有抵押的deft 那么多一些呢 credit risk会小一点的 OK 那另外这些terms呢 就是说那些银行呢 如果是借钱给客仔的时候呢 那他们呢 就是会签一些的借贷文件 我叫credit contracts 那这个借贷关系里面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会有个不对称的information出现 就是譬如说 我借银行借钱给客仔 那么一个其中关键information 就是客仔的财务状况 那当然那个客仔对自己财务状况呢 就会清楚银行 对这个客仔的认识 就是譬如说 那个客仔有很多大约的 那其实他不报出来银行 未必知道的嘛 所以这个有个不对称的information 就是客仔拥有对自己财务状况的资讯 那这个会衍生一些问题的 就是我们来讲讲 那另外有时呢 这些借贷关系 都是principal agent的problem 那principal agent的problem呢 就说就是说呢 说银行去 借钱给个客仔 那通常呢 银行会聘一些所谓 啊 客户经理那样 是不是 那他借钱呢 就客户经理去评估这个 客户那个的 的财务状况 就决定借不借给他 OK 那理论上呢 那个校户经理呢 应该以银行的利益去出发的 就是那个客仔的风险大呢 就是不借给他 OK 那但是呢 就很多时候呢 就是现在就少一点的 以前呢 有些呢就是那个 校户经理呢 他是做要 就是marketing要追溯的 那同时他有做 就是审批贷款的人 那有时候他愿意不到数的 那可能会会松手一点 就是这个本来不应该借的 你也借了给他 那其实呢 这个呢 就违反了银行作为principal 原本是 就是委任他作为那个 校户经理去做到那个 就是信贷审批的那个角色 OK 那这个叫principal agent problem 那这个写贷审批的呢 就是客仔借了贷款之后呢 那个 相关的credit risk呢 会是transfer了 部分 或者全部给那个银行的 那这很简单的 比如说那个 那个客仔如果用500万 可能要开一间店铺 那如果全部用自己钱的 那虚了就自己虚了 对不对 那如果去到银行 借了300万 自己拿200万出来 那现在呢 如果公司收拾了呢 其实他就不用损失300万了 因为他当他还不到钱 那他呢 就还不到银行300万 那么300万就由银行承担的损失 就是部分你做这个生意风险 就收拾了给银行的 OK 那也有moral hazard problem moral hazard problem主要就是说 我借了钱给客仔的时候 那客仔呢 可能他投资的时候就没那么小心了 因为原本是500万 他自己给了的嘛 那现在只拿200万出来 那可能他就没看得那么紧 就是一个公司的财务状况 就是跟刚才我们的 同时的财务状况有点关系的 那个主要就是说 银行就有很多客仔来 跟他申请贷款 那其实呢 刚才说过了 他就对每一个客仔的财务状况 未必是好认识的 那理论上呢 他原本就应该按客仔的财务状况 去分收别人的几多利息的 就是说这个客仔的财务状况好一些 对不对 那么他更小一点 他就可以收便宜一些利息也行 有些客人的财务状况差一点,风险大一点,就要收贵一点的利息 如果分不到财务状况好一点,哪个差一点 所有客人都会购买一个平均财务状况要收的利息 对好的客人来说,他觉得你收我的利息很贵 我财务状况那么好,应该收的利息低一点 你收中间的水平利息就收贵了,他就不借了 对于差的客人来说,他就不是了,他就说我财务状况 我这么高的利息应该收我很高的利息才是 现在收的中间,我就抵了,对不对? 差的客人就会被吸引来借这个财务 所以Aversive Election就是说,由于银行分不到,如果财务中间的利息 就会吸引了差的客人来借钱,好的客人就不借 这个叫Aversive Election的问题 当然银行会有办法去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银行会问他拿收入证明,看他的资产,看他的负债水平 尽量看到他背后的财务状况是怎样的,好的? Externities就是说,借贷利息有时是,如果市场是大户 那大户做借贷的利息,可能当来市场做的财务利息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就是说,如果公司倒闭,有很多债权人 那就是说借贷人,可否齐心合力去追讨,还是各自为证 如果各自为证,可能追讨的效果就不太好,好的? 那,最后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去怎样计算 计算一个相关负贷利息 那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考虑,刚才也讲过 第一个风险就是说,譬如我当我借贷贷,那客人有机会 Default的,就是说他到期还不到钱 那当然这个风险就是跟他Default的机会有关 我们叫做Probability of Default 那这个如果Default的机会越大,就是我们面对负贷利息就越大 那这个Default的机会通常呢,我们会是某一个time horizon去计算的 通常一年之内Default的机会有多大,OK? 那然后呢,我们就会计算一个所谓Exposure Default Exposure Default就是说,在客人Default到黑的时候,究竟他欠我多少钱 那这个呢,原本是贷款就很容易计算,我自己一百万给客人 然后呢,就是可能这一年,这样5%利息 那到期的客人应该还一百零五万给我的嘛 那Default我就收不到一百零五万,那一百零五万就是Exposure Default 那这个很容易计算 那但是呢,有时候有些情况就不是那么容易计算的 譬如说,你买了一个,譬如汇丰的牛证或者应股证这样,OK? 那是一个call的warrant,就是看好的 那呢,你这个应股证就是买至,譬如说JP Morgan这样 那理论上呢,你知道呢,如果将来汇丰的价值升很多呢 你这个应股证你是赚很多钱的,OK? 那理论上呢,如果汇丰升很多呢,将来呢,JP Morgan就要给你赚很多钱的 那将来如果,JP Morgan Default呢,你就会有损失,是不是? 那你损失是多少呢?就是,汇丰升了的时候,你的赚股证应该赚的钱那部分 因为你收不到,那现在 那这个就是你的Exposure Default 那但是,你知道了,你的Exposure Default呢,其实是depends on 什么,将来汇丰的股价走势的嘛 如果将来汇丰是跌的,基本上你的应股证会变廢子的,是不是? 那它Default你都没有损失,你的Exposure Default是零也未顶的 那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去measure 因为要看下你将来的汇丰的价值 那所以有时候这些,不是借贷关系的,是其他 譬如这些衍生工具的所谓Exposure Default 就比较难去measure 那最后呢,Lost Given Default 就是说,OK,当它真的Default了的时候 那我们会实际损失多少呢? Exposure Default就是我Default就会欠多少钱 Lost Given Default我实际损失多少 就是举例,如果我是借了8万给客人 那它Default我就损失了8万,这个Exposure Default 那但是呢,它可能是有代价品,或者它破产的 我伸展的破产,可以将它剩下自身卖了,我会收回一些钱的嘛 那譬如我借了8万给它,我伸展的破产,可以收回30万的 那我就损失70万,这个Lost Given Default就是70万 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Lost Given Default 我就会expect是一个percentage 那就是说我们借给它有损失多少%,那这个Lost Given Default 就会depends on一些情况,包括什么呢? 刚才说过seniority,如果你买的senior debt 你将它伸展破产,将它资产卖的钱,你先收的 那所以你的Lost Given Default应该是少一点,是吧? 应该是收回多一点嘛 Excess的value,那你就是将它伸展破产的时候 你将它剩下的资产去卖了它,那卖到的钱越多呢 你收回的钱越多,那Lost Given Default就会小一点 那亦都会depends on business condition 就是说当时的市况或者经济情况 那当时如果市况好一点的,那代表你将它资产卖出的时候 你买的价钱会高一点,所以你的Lost Given Default也会小一点,OK? 那我们计算了三个数 那这个PD就是刚才我们说的Default的机会率 Default的机会率,OK? 那我们将它成为Exposure Default,EAD, 还成为Lost Given Default,LGD 刚才我选了,EAD就是Exposure Default,LGD就是Lost Given Default 那成为它呢,就是我们借贷款给客户的时候 我预期的损失来的 那我举例,如果我借贷客户,借一个100个Million的贷款 给客户,那客户的Default的机会率是2% 那如果Lost Given Default是50%,就是它Default的时候 我会损失一半的 那你乘出来,你就会损失到1%是1个Million 那就是损失1个Million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呢,现在借了100个Million给客户 那你可以将它看成为,我借了 就是将这100个Million打散,我借了给100个客户 每个客户借1个Million的 那所以呢,有很多1个Million的贷款 有100个这些,每个是借100万的贷款 借了给100个客户,加上也借了100个Million 那现在呢,我的PD是2%,就是说有2个是Default 2%Default,就是100个客户有2个Default 他欠100万,我会损失50万的 那又有2个客户就一样了 他欠我100万的,他Default的时候也会损失一半 50万 所以这两个加上,我会损失了100万的 那这个就是我计算到Expected Loss 的意思 那我想时间关系,我讲到这里 那其实都是展示我们上行的形式 那样的Slide 那样的形式都是我会在这个Slide那样写东西 那样的说 那首先问一下我刚才讲的部分,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